第三場五班遷移 這場開閘之前 戰神堡徐宇石的第二選擇 就埋門大福樂菲 二十多倍落到只有九倍 菲格全線 所有Q位那些 那結果呢 一起步二檔就見到戰神堡 重大眼罩 因為他這場 他衝衝再出的 跟頭場的電速火箭的部署都接近 結果前觸很快 戴上眼罩 還有換了史卓鋒騎 第一隻帶了出來 很輕鬆 外面赤水神驅 都不是以前的赤水神驅 始終前觸都很一般 再外面還有一隻海船戰士 後面就 一堆馬都藏在一塊 看到的步速是偏慢 然後呢 至你共享中間 這裡已經開始要推 因為這隻灰馬 其實它是長途馬 其實它是長途馬 它是摩尼瑞迪庫系 它跟英雄是同副的 武器那邊也是長途馬 而且是全線美各種 其實跑泥地應該好 比跑草地 而在自己共享後面 看到陽明抽抽 已經準備飛出去了 這隻馬 都是沒有辦法的 它的跑法是被動 但是等一下的彎 看到它飛得比較遠 而在尾尾就是甜酒杯 摩尼瑞迪庫的座 其實十二檔 其實它出入快的 不過呢 就被迫著 要留住先 那 現在入直路 就看到 戰神堡很輕鬆的 放得 外面和後面的馬 已經要騎了 搬頓在打邊 自己共享 那 這裡看到了 陽明抽抽 開始飛出去了 那 結果呢 這個彎呢 就真的跟剛才天地人 是有得亏的 都是呂健威馬房的 落飛馬 那真的不太幸運 呂健威今晚 那 這裡騎下去 只有陽明抽抽一隻追 因為步速是偏慢的 就算走外跌那些馬 包括這隻上季尾 有個好表現的精華精神 也都是沒有反應的 騎下去了 看到了 這裏 其實這場的發揮 就算是稱職的 走二疊 直路拉出來看空 那 那些邊的一向都是這樣的 那些邊的特色就是 好像不是打那隻馬那樣 純粹拿個節奏而已 那 但是那隻馬都不是很充的 走勢上 反而呢 就 中間自己共享 是叫做 打了那麼久 打了四百位 最後就追上來 那 至於呢 最冤枉就是 可以看到 可以回到老頭了 甜酒杯 貼藍白帽那隻 那他又不出去啦 選擇 不蝕那麼多 那 一來今天 內蘭其實場地又不太好 二來他全程 一來在玩多財色後面 他都沒有看空過的 那這個拿出來 倒禮的 那結果他一邊都會打過的 那即是沒有騎過啦 這場可以抹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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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整體的跑法都算有誠意的 那 不過要小心 那 剛才一拍的馬呢 很多時候他會想減分減到下去 他夠贏兩win 即是大概 34 33分 他可以贏完一win 還留回原班 再搏多一場 那 那 那 之前這幾場 分分鐘呢 會 繼續輸一下輸一下輸到你不相信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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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那 還有一隻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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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記得叫什麼名字,總之好計和非洲人追都是這類的個案 然後呢,就... 中華精神的演出是比較失望的 那,何良... 等一下會有隻機緣口合贏,他轉出馬 不是何良贏,是何良轉走了被人贏了 中華精神這些叫做跑都可以的馬 有戰鬥,球生的分是低的馬 真是不知道幫不幫到他多少 但這場這樣其實都沒有,令人有點失望 那...後面呢,其實很多馬可以放棄的 那些重頭月啊,幸運飛驅啊,路馬 都是已經沒有什麼作智能力了 甚至乎那團戰士全程有三疊 而外面呢,這隻是羅富全的,那德真是紅毛最出的那隻 那...相對來說呢,可以多看兩眼的 那...但其實他今天走著一個相對有利的場地呢 那...追近... 入面的那些對手就...比較弱的 那...其實這隻馬是比較均速的 那...可能有三疊千四才是適合他 那...就...比較搶口和實力真的不高啦 那...所以部署上呢,有點困難 那...最值得留意都是自己共上啦 看看他的下場加不加程啦 那...還有尖酒杯就...長線啦 那...五八一定會說贏的 不過就...不知...